现在跟各位介绍夜露跟柳树的画 我们先画夜露 夜露跟露丝是同一颗 可是长相大不相同 我们先画到嘴巴 我们看到他嘴巴 跟我们想象的露丝完全不一样 他嘴巴是短短的 来讲他的背部 很深的蓝色 先再画他头部 再画他背部 好 我们再看看 他的颈部 我们再画他翅膀 他翅膀 有点淡淡的灰褐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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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有些白色的羽毛在这里面 尾巴一点点 好 他跟路斯 外面长相不一样 可是有一点点 相同之处 就是说他 在求我洗烟的时候 他雄性了 叶路 他会长出两根 我们趁着在细毛 是白色的 我们在画 装饰的毛 他求我用的 然后我们画到脚 这时 其实可以加一点点羊红 推 路斯也是不一样 短短的 就是这样而已 他经常是一只脚站的 一只脚缩起来 我们将两只脚都画出来 他的嘴巴 很深的蓝色 蓝色 来到将近黑色 同事 这是一个蓝色的 蓝色的统统统统统统和兔子一样 所以说我就该画这样子了 介绍柳树画花 为什么要叫柳树 因为它大部分来讲 它是会跟在水旁边的 那水旁边柳树是最多的 柳树靠水 它不靠水也可以 可是它会很强烈的 齐向水边 植物一般来讲都有向阳性 向水性 尤其柳树呢 更是有这个特性 好了我们画柳树呢 不要画个叶子像八字形样 这样很呆板 我们想象它有风 那怎么画呢 一般画家画柳树都是由上往下 只有我是特殊 我是由上这样拉上去的 这样叶子各位看看 是不是很有飘逸的那个感觉 这样朝一边想象中有风 颜色 深深淺淺 长长短短 不一 这种画法 是我独特的 只要看到这种画柳页 由下往上画 绝对是出自我的门向 沾点测试 好 我们现在指示范如何画 这构图画面老师不太讲究了 很快速的 跟各位介绍一下 夜路跟柳树的话 今天介绍 欢迎各位订阅 按小铃铛 谢谢各位